哈囉大家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蜘蛛人反笑熱》嘛 我個人很喜歡這部電影 我喜歡他選擇跳過《起源故事》 直接把篇幅畫在搭建的角色上 那我作為一個漫威派的粉絲 也蠻喜歡各種復仇者刷存在的情節 那也很喜歡Peter Parker他學校生活的描繪 那比起《超級英雄電影》 我覺得他更像是男子高校生的日常 我自己對於《Tobie McGuire》版本的第一集 算是很有愛 這部電影我重看超級多次 因為我們家有買DVD放在車子上 所以小時候搭車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重看這部電影 那因為我實在太喜歡這個版本的《蜘蛛人》了 所以當年第一次重啟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沒辦法接受Andrew Garfield 但是我必須說一下 這是Tom Holland版本的《小蜘蛛人》 我真的完全可以 他詮釋下了那一種青澀 然後又魯莽 然後又想證明自己的感覺 真的很有說服力 這得一定要大讚一下 今天他能夠有這些發揮空間 都是因為劇本寫得好 這次沒有再把Uncle Bear挖起來鞭屍 我們只能從一些角色的動畫中 知道《蜘蛛人》的起源 以及曾經發生在Peter 還有Anna身上的悲劇 這樣電影有更多時間去重塑 這位全新的蜘蛛人 Tom Holland版本的《蜘蛛人》 其實有一點點 Toby McGuire加上Andy Garfield的綜合版 就是有一點點邊緣落寞 然後又很愛搭嘴炮的感覺 那大概 比例大概是3比7吧 他邊緣落寞主要的點 就是因為他很想要加入復仇者 可是卻一直被Tony Stark 當成小孩子在看待 然後 Happy對他也是愛離不離的 他傳了一大串訊息 Happy都會回他那邊 我真的有點想哭耶 很可憐耶 之前Tom Holland有一個很有趣的形容 他說這部電影其實就像是規模很大的獨立電影 那看完電影之後 我也完全懂這種感覺 整部電影有很多橋段都是在描繪他的學校生活啊 暗戀的女生啊 還有當友好的社區型蜘蛛人 對 這是Peter Parker還有一個很現代化的設定 就是他變成了一個YouTube網紅 因為穿著景深衣在街頭行俠張藝而爆紅 你知道就是一個皇后驅怪人的概念 這部電影很棒的地方 就是即便他有這麼多生活面的描繫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完全不會有不耐煩的地方 演員本身的魅力是一點 另外就是電影中有很多輕鬆幽默的笑點 每一個Peter Parker身邊的角色都非常有自己的個性 一點都不激樂 看完也不會有那種明明台詞很多 卻叫不出來名字的角色 但這個優點其實也是缺點啊 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可以再短一點點 如果刪減一些內容的話 他的節奏應該會更完美一點 另外要說一下 雖然是和Sony合作的電影 這部電影完全就是走一個Marvel的路線 全面有非常多提到復仇者啊 英雄內戰的情節 就是要觀眾不可以忘記這部電影 存在於漫威宇宙中 值得誇獎的是呢 Robert Downey Jr.這次來打仗有的比例很剛好 都是在該出現的地方出現 完全沒有搶走Tom Holland的表現機會 那這部電影中描繪他們兩人之間 有一點兄弟 然後和父子的那種感覺 也很暖心 因為你知道Tommy是一個很傲嬌的人 通常不會很直接對某個人表現好感 但是他總是會在Peter需要幫助的時候出手相救 代表他真的非常重視也很關心平衡 那講到角色這一次我每一個都很喜歡 尤其是Michelle還有Nette 那其中電影裡面我很喜歡那個梗 就是出自於Michelle 被留校補考那裡啊 他們明明不用補考去坐在後面 所以他在畫滷蛇背影的素描 真的很壞耶 不覺得很好笑嗎 我看了那一場幾乎都會很笑 那Peter他這次暗戀對象Liz呢 對我來說就跟前幾代的蜘蛛人暗戀對象一樣 都不是很討喜 我覺得從Mary Jane、Gwen Stacy 然後一直到這次的Liz 都給人一種高高在上 然後校園中的溫娜 甚至有一點點勢力的感覺 那偏偏這樣完美夢幻的女生 最後都還是會喜歡像Peter Parker 我覺得不太合理啦 最後我想特別大讚一點就是 這次的反派真的塑造得很不錯耶 大家都知道漫威就是很不會塑造反派嘛 不是太中二就是更中二 雖然其中也是有像Loki這樣 中二的讓人很喜歡的角色 但是稱得上好的反派真的沒幾個 這次的突嬰呢 他是一個擁有充分的動機 對世界懷有憤恨 不得不會生存而投向黑暗的角色 完全可以感受到 在Michael Kitten的詮釋下 他這種厭世感 我個人很欣賞這個角色 會想要在未來更多電影中看到他 那最後一定也會有人問 那A妹呢? 我是聽到很多人說 他這次戲份很少 然後沒有什麼發揮空間 很失望什麼之類的 那我個人在這部分 因為沒有期望 所以也沒有失望 在漫威電影中呢 這種金獎等級的演員 本來就常常是一種吉祥物的作用 所以A妹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類似吉祥物的感覺 就是劇情沒有他也沒有影響 但是整部電影有了這個角色 就是會變得更美好 我自己也是度過一個被蜘蛛人大轟炸的影中 那現在這支影片也是 我這個禮拜第三個 跟蜘蛛人有關的內容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去深入 去探討彩蛋啊 還有A妹相關的東西 那關於返校日呢 我會把我之前做過 有關的影音還有文章 畫在下面的資訊欄的地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Bye